大家好 今天来看一下CP组合 之前测过陈兴旭和张静怡的 今天来看一下彭小岚 纯属娱乐 姑且看之了 先看一下双方的吧 从命格来讲 上面是南方的 丁火生在某月 他是96年3月31号 那以这个来讲的话 先看一下南方的 丁火生某月某日 心经为财 代表女朋友 他很明显就是以心经为用神的 就比较简单 那么表示有好的一面 有差的一面 好的一面可以理解为 另一半就是女朋友也好 或在一起搭档的 比较亲密的女性 条件都不错 就是能遇到不错的异性 这个异性包括是亲密的朋友 甚至于当然包括妻子女朋友 这一类吧 都是如此 因为他是用神 就是说对他有帮助的 对他事业当中有帮助的 就比较亲近的人 一定是有帮助的 这种角色 有的是拖累的 有负面的影响 但这个基本上就是正面的 但不好的一面是什么呢 就很难长久 尤其是在这个中年 不能说中年吧 三十五岁之前的这个区间 情感就特别稳定 这不现实的 因为有个丙心和 有真和之相 有的就看起来 好像特别和 怎么样 最终呢 不了了之 就分开了嘛 这么一个 就是单看个人 有这么一种现象 下面是女方 彭小懒 愣水身在亥远 冬天要有火 丁火 其实两个人还是有缘分的 少话少说 丁火 他是愣 这叫丁 愣 和 挺好 然后 从事业角度来讲 因为 他是以这个心经 代表的是 本身是火比较多 南方的 南方火多 代表的是 明星 有火就代表的是有乐点 受欢迎 就相当于出名 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不管怎么样出名 肯定是比较简单一点的 从事业角度来讲 其实还比较合的 还可以 但是 那两个人 真的是 情侣 是夫妻吗 这种关系吗 这就不太合适了 原因是丁某 为炉中火 这个呢 楞银 为金箔金 获克金 夫妻功能 纳义相克 一般来讲 就是 亲近 就是特别特别亲密的 那男女特别亲密 那就是情侣了 就争吵会特别多的 或者说这个意见特别多 很难长久 那好的一面 刚才说的缘分还是有的 丁楞 毕竟是香河嘛 而且他原名有这个河的一个像 丁火 就是在事业方面的话呢 是有帮助的 刚才说了 这个 丁建论的 刚好呢 因为他是 女方是生在冬天的嘛 12月3号的 12月3号 他出生在北京 那北京的话 就是在冬天是比较冷的 对吧 那要有火 然后呢 这个丁火 助力 男方对女方的 这个就相当于说 两个人在一起 比如说一起拍戏 一起上什么节目 是比较有乐点的 丁楞和嘛 本身就是和 那就代表说 好像很搭配 看到就很不错 有乐点 这么个意思 那么有乐点的话 对于事业 明星 这些 这样的一种特点的话 有乐点就不代表 要有火嘛 那事业就是有帮助嘛 这挺好的 但从亲密的角度来讲 你说夫妻之间 情侣那种感情的角度来讲 既不会有不和 因为本身是老鼠嘛 96年老鼠 鼠鼠的 90年为马呀 子五相冲啊 对吧 而且是这个天干克地之冲啊 并不单纯的是说这个 所谓的六冲 而是说天克地冲 所以这个不和 这是夫妻之间的这种和来讲 不和地啊 好 然后换一个角度来讲 这个六轮客 他们之间 有没有这种情感 说哎呀 在一起的呢 可能性不大 可能性不大 子五相冲嘛 一直冲 六冲刚好能生 子称 山和水局 冲这个五火 这个可能 彼此的眼光 都偏高了一点 就什么意思 就感觉到哎呀 我能够我能够找到比他更好的 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只能够 各自的眼光都高了一些 很难有结果了 再加上 从思客角度来讲 为何成人就相破 破就破坏了 所以不管怎么看 就不会有什么发展的 不过在一起合作 出演什么什么节目了 上演一起上什么节目啊 一起拍什么剧啊 这个热点倒是会有的 热点倒是会有 因为本身有个丁核 叫丁核核 这根经对他来讲的话 也是有助力的 彼此在事业方面 是没问题的 或者说在事业方面 就热点会比较高点的 那明星的话 热点就是这乐度吗 知名度吗 那当然是有帮助的了 就算在一起合作 开店 那可能也都比较好 但是夫妻之间 情侣那种相处 就算了吧 不合适 这不合适 这么一个情况 姑且看着 因为之前都测过 陈兴旭 他这个确实受欢迎的 挺好的 丁 心精为财 妻子女朋友 但是命理当中是三行的 往往这种内心是比较细腻的 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很阳光很烦 那个开朗活泼怎么样的 内在是细腻的 情感自然而然也是多 比较多的 顾虑的 不会不管不顾的在一起 怎么样 很难 好 就讲到这里吧 希望他们都顺利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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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